明朝年间 由一美赴名幻灵仪和丈夫向池氏成婚多年 一直无子 心中急躁 尝试多种方法未果 向池氏怒骂她无用 欲休妻 灵仪委屈 嘟囔道 生孩子又不是我能决定的 向池氏怒不可恶 将灵仪抱胆一顿 灵仪痛哭 说道 你去问咱妈干了啥 向池氏匪夷所思 生不了孩子关母亲什么事 她来到母亲房间 见母亲正在秀化 问道 灵仪生不了孩子 让我问你 这是为何 母亲放下手中针线花 满脸不经意地说道 我在菩萨面前 为你们求子来者 妙丽和尚见我哭诉 将一秘方给我 说是用死去男婴的骨灰 碾磨成粉腹下 那男婴便可灵魂投胎至她不忠 母亲摇头 可我至今不明白 为何到现在灵异都没怀上 兴许是我方法错误 母亲思索着 陷入发呆中 向池氏一阵干呕 见母亲发愣 起身离开 次日 向池氏母亲来到寺庙 再向和尚询问仇子之法 和尚见他再来 闭上眼 伸出手 说道 这仇子之法 你第一次就没听明白 第二次我可就不告诉你了 向池氏母亲见状 从怀中掏出银钱 放在和尚手中 和尚惊觉查探四周 见无人 将银钱放入怀中 附在他盘说道 将早摇孩童的尸骨磨成粉 就着月桂水浮下 隔三天一次 每次都必须是完整的早腰孩童 共五次 才能发挥效用 向池氏母亲听闻 喜新预色 连连点头 回去后 托人寻来五个早腰的孩子的婴儿尸体 扒起皮肉 抽出骨头 磨成粉后 用月桂叶泡水化开 放入灵仪的专用的茶壶中 灵仪并未察觉 将其全部喝下 直到十五天后 灵仪合向迟时刑防 他梦中见五个黑脸的孩子 爬向自己 争抢着钻入自己腹部 喊着自己妈妈 灵仪见五个黑脸小孩 胖乎乎 十分可爱 将其抱在一旁安抚 让他们伤安勿躁 他只当纸上天眷顾 降下五个孩子 让自己做母亲 正当他沉浸在幸福之中时 五个孩子突然化为恶婴 全身溃烂 肢体不全 撕扯灵仪的皮肉 灵仪惊醒 大声呼喊 向迟时醒来 问他怎回事 灵仪将梦中所见 说给丈夫听 向迟时难以相信 说道大惊小怪 灵仪见丈夫不理解 下床生闷气 腹部有恙 捂着肚子摔倒在地 疼得打滚 向迟时大半夜 抱着灵仪问诊 可诊所都没开门 无奈冲进村东头神婆院子 神婆见灵仪脸色惨白 腹部缓慢隆起 拿出爱酒给灵仪服下 随后点燃稻草 不断扫灵仪全身 灵仪不再挣扎 沉沉睡去 神婆给灵仪诊脉 眉头紧皱 说道 你妻子已怀孕 向迟时听闻大喜 难言喜色 神婆接着说道 可腹中之物 不是活胎 而是恶婴 且有五个 向迟时受到打击 愣在原地 不等他反应 神婆就要去除恶婴 向迟时却将其拦住 问可有办法保住孩子 神婆满脸厌恶 恶婴出事 你妻子必死 且恶婴会试刃血肉 倒是你全家性命不保 向迟时跪倒在地 哭诉哀求神婆救自己妻子 神婆将灵仪手指刺破 往外集血 忽然 灵仪腹部出现五张鬼脸 不断哀嚎 欲想破釜而出 神婆让向迟时打开窗户 熄灭蜡烛 月光透过窗户照射在 灵仪腹部 五张鬼脸被月化照射 逐渐显现真身 只见五只小鬼在灵仪腹部 不断蠕动 神婆健壮 将五根银针扎在 恶婴额间 银针变黑 恶婴缓缓消散 这时 恶婴的灵魂从腹部钻出 可恶的老太太 无等眼看就要出事 竟被你阻拦 受死吧 五恶婴融为一体 身形巨大 一掌拍向神婆 神婆首摇花旗 祭出丝线 将恶婴缠绕 恶婴动弹不得 眼看就要被 四线拦腰乐断 这时 向迟氏母亲突然冲出 让神婆助手 见恶婴痛苦不堪 拦在恶婴面前 这是我孙子 我看谁敢动她 向迟氏难以置信 母亲这才说出 事情原委 原来 灵仪多年未孕 她从和尚那里 求的方子 没有听清 导致灵仪不能怀孕 灵仪得知自己不孕 是因为婆婆操作不当 心中悲苦 无法言说 可婆婆求孙心切 让灵仪强行怀上恶婴 向迟氏母亲立声说道 恶婴又如 和 神婆并没有手下留情 丝线横拉 恶婴原地爆炸 向迟氏母亲见状 惊声尖叫 小时瘫倒在地 神情痴呆 事后 向迟氏母亲疯疯癫癫 很快死去 向迟氏和灵仪收养了 五个小孩 生活和美